早年爆火如今落魄的女星 她们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第一位 李小璐 曾经的李小璐不仅事业红火 家庭也是幸福美满 可当她被爆出出轨的事情后 观众对她的好感度直线下降 也不再买她的账 第二位 叶韵怡 叶韵怡曾是香港的人气女星 她在嫁给富商陈柏浩后就宣布吸引 但没想到婚后丈夫就开始在外面花天酒地 并且对她和孩子漠不关心 最终失望透顶的叶韵怡宣布离婚 她最惨时已当寿楼小姐谋生 第三位 舒畅 舒畅曾塑造过很多让人难忘的角色 因此深受观众们的喜欢 可她当与经纪公司解约后 就不再有好的资源了 如今沦落到靠直播带货谋生 真是太让人惋惜了 第四位 马苏 马苏曾经是一线女星 本来星途大好的她 却卷入了李小璐的夜宿门事件 事业因此遭到重创 积攒的路人员也基本被败光 如今沦落到无戏可拍的地步 第五位 董洁 董洁的玉女形象深入人心 因此备受观众的喜爱 但是后来她婚内出轨王大志的事情 让她的事业跌入低谷 第六位 王洛丹 王洛丹曾是四小花旦之一 当年的事业也是如日中天 可现在的她却沦落到无戏可拍的情况 也几乎没有什么消息传出 第七位 张纳拉 张纳拉曾是在中国最受欢迎的韩国女星 可她却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 遭到了中国观众的联合抵制 再想来中国捞金几乎是不可能了 第八位 阿娇 阿娇的事业正当逐日中天的时候 突然爆发的照片事件毁了她 让她在观众心中的形象瞬间毁灭 每当谈起这件事情 阿娇都是泪流满面 你认为哪位女星最可惜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阿娇的秀